小姐 第一天上班你就翘班 面试第一名你好了不起是不是啊 啊 我今天 这都是我的意思 张店长有什么问题吗 走吧 猪头啊你 到底某什么奇怪的东西在我脸上 你不能换我的脸 我一定要投诉你们 我的天哪 神经病 她疯活着 我手还没碰到她的脸呢真的 刺蛙乱叫的 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顾客是上帝 你先马上进去给我道歉 把这个顾客给我哄好 我道歉 我也没错 我告诉你 你如果不进去道歉 我把你这个月的奖金全都给扣掉 真是 怎么了 李宁怎么了 你被里面疯活着给气了 动开气 那去医院去医院吧 大事啊大事啊 去休息去休息 去啊去啊去啊去休息 过来 你先马上进去 我那边还有客人呢 客人我来找电影 客人会投诉我的 你第一名吗你赶紧去 我真有客人 你好 郑小姐 那她叫安欣 公号是3016 虽然是一个新人 但是呢她各项的测评都是第一名 今天呢就由她来为您服务 郑小姐 很高兴 以我为您继续服务 第一名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我平时用的 都是从法国瑞士留学回来的美容师 你们这是什么阿玛奥搞的 她第一名呢 郑小姐 您见的市面 肯定是比我们多 但是我觉得名次学历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我今天的服务 能够让您满意 好了好了 安心 那这样哈 您呢今天就好好地 为郑小姐服务 这皮给我更紧了 要不然的话 你给你 那我 那我就开始服务了 郑小姐 今天给你做的这款 海藻补水面膜 您还满意吗 还可以吧 挺细腻的 不过我本身底子也不错 那是天生丽质嘛 不过你也得心情好啊 这样才能够保持得更久 我有点想在这儿打补尿酸 我觉得不需要啊 真不需要 您现在状态很好啊 可是我男朋友 嫌我这儿有鱼尾纹了 您这个年纪 就算有鱼尾纹 也是假性鱼尾纹 真不需要打 那他还说我别他了 你看 有吗 我觉得很般配啊 太帅吗 挺帅的 最重要是您自己喜欢 是啊 我就是挺喜欢 我就是太喜欢他了 好 3016 我问你 要是让你把心爱的人 让出去 你能做到吗 如果是我自己心爱的人 我当然做不到吧 但是我每天都是这么做的 每天 当他接到家里的电话 说他该回去的时候 我就只能把他让出去 那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因为他说他跟他老婆 每天都会吵架 总有一天 他们会离婚的 怎么了 你怎么不说话了 郑嫂姐 我每天在美容院 接触的客人很多 像你这样的故事 我也不是第一次听到 可是每次听 我心里都不舒服 可能我是女人吧 我觉得感情啊 还是越简单越好 越单纯越好 第三个人介入了感情 就算你付出太多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是第三个人 我是第三者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是谁说婚姻一定就幸福了 也许她在结婚后遇到了我 发现我才是她的真爱呢 那么什么才是幸福 你又凭什么对我说她倒似的 这小姐您听我说 我是说我自己的想法 我是说幸福就是找一个懂你的男人 好好爱你 一对一的感情才是幸福的 什么叫一对一 你 你意思说我是第三个人是吧 我是第三者是吧 是谁说的 谁说我是第三者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出去 我想你现在就走 滚哪 谁说我是第三者 谢谢 没有 原来郑小姐早就知道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这是干什么 偷偷跟踪我吗 郑小姐 郑小姐 安心她只是想跟你 解释上次说的话 没有别的意思 解释什么 有什么好解释的 3016 你这是在给我难堪吗 你存心给我过不去 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投诉到底的 我跟你没完 郑小姐 看到这样的情景 我们也很难过 现在 我才明白安心的用意 她真的很同情你 不希望你在泥足深陷 我不需要你们多管心事 郑小姐 算了 别追了 一个女人能够这么做 她的心理压力已经很大了 现在是她最伤心的时候 别去打扰她了 让她一个人静静一会儿 希望她能想明白 你们今天做了多少钱啊 两万块 怎么样 还满一把 两万块 怎么可能 她那还骗你不成 来 你自己看喝 不是你们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啊 比业绩目标还下八万块 就知道 八万块 三 三零一六 郑小姐 您看今天我们做什么项目 看不出我眼睛都肿了吗 那我们先敷个冰膜 我先去准备一下 陈小姐 你怎么了 三零一六 我昨天真的好气好气你 我准备发动所有的媒体 批评你们的福布周到等等 直到你们美容院关门大吉 但是我突然想到 不论我怎么做 都没有办法让我自己快乐 因为我知道 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在这里 三零一六 其实我都知道 是我自己在骗我自己 我早就知道 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而且 她也不可能为了我离婚 可是我就是爱她 我离不开她 我每天都在折磨我自己 为了她哭 也为了自己的悲哀流泪 直到昨天 你跟我说完那些话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是我自己不够勇敢 我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我决定 从明天开始 我不再哭了 郑小姐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我还是想做一下解释 昨天我真的是巧合 我和任总两个人 不是故意要跟踪你的 无所谓的 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 这么真心实意的话 也没有人真正为我着想过 谢谢 你不用谢我 我是真的心疼你 你说你那么漂亮一个女孩子 把感情放在不值当的地方 每天搞得自己身心不平衡 这叫谁看了心里都不舒服 都会心疼的 对啊 只要我开心 只要我美丽 总会有个好男人会等着我的 是吧 大把好男人等着你啊 3016 以后你就是我的指定美容师 面子上的问题 您就交给我吧 对了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安心 郑小姐指定安心 做专属美容师的事 我已经听说了 那么投诉自然就不存在了 这是安心你的功劳 郑小姐自己能够想通 我也高兴啊 当初就算是登门道歉 以她的脾气 我想郑小姐 她也不会接受的 目前的结果 当然是最好的 真正关心客户 就应该像你这样 重新处罚 任总 我就是看到那个男人两头片 我气不过 再说我也不愿意看到 郑小姐受到伤害 这次的事 你做得很好 店长 既然郑小姐的事情 已经解决了 那我和安心的处罚 是不是也可以取消了呀 取消 这怎么可能呢 郑小姐的事情是解决了 可是还是有很多的顾客 取消了预约啊 这损失也不小啊 任总 您看像我这样的命令 老是变来变去的 人家也没有微信呀 安心 你自己怎么认为 我可以啊 我可以接受 继续努力呗 你说什么呀 既然都已经答应店长了 我也不想半途而废 再说店长说的损失 这也是事实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店长 店长 赵小姐刚才打电话说 要从安心的手里 买五万块的美容卡 五万 太好了 这就好人有好报 还真得打电话谢谢人家 五万 不会算数吗 十万减去两万 再减去五万剩三万 三万块钱懂不懂 还有三万 安心 你有没有信心 我有啊 我尽力